才剛進駐到屏東三軍聯訓基地 進行基地訓練的裝甲564旅 在上午發生重大意外 兩名正在進行CM11戰車保養的師官兵 進行戰車鑑定作業時 疑似因為戰車砲塔穩定系統異常 人員遭到砲管撞擊 經過松一急救 一個人腹部挫傷 一個人還未恢復意識 來聽一下最新訪問 可以聽到了裝甲564旅的 政戰主任是表示說 上午部隊在做戰車鑑定 穩定系統發生了故障 而其中蔣姓士兵和全姓士兵 是受到了撞擊 那蔣姓士兵的腹部挫傷 傷勢較輕鬆 以後沒有大礙 但是另一名全姓士兵傷重 當場昏迷 而且失去意識 目前還沒有恢復 有生命危險 軍方目前已經派人協助處理 並且進行了事故調查 而案發後 也立刻派了高階幹部全程協助 並且立刻聯繫家屬